大家好,我是Gan 虽然现在刚刚过了新年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看到新闻关于自杀这件事情 一路以来都有这件事情 这样的事情就发生 但是我觉得最近好像满年比较远重 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我本身 我自己的故事 我看到有一些人就是 有很多事情 为情自杀 可能小中学生 成绩不大理想 敲楼自杀 比如说一些明星 他被疾病 纠缠着 那么 在外国 也挑断了自己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压力关系 而导致 这个 有自杀的念头 在学院的这期间 也是有跟家人 吵架 因为一些小事情 那么就有这个 这个不好 这个自杀的念头 我很庆幸 我很庆幸还好 那时候我没有 没有 越过这个这一步 要不然的话我就没有机会跟大家 分享 我的这个真的真是 我了解就是 很多想 一些 压力的造成 还是其他的因素 而变成你 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试想想一下 其实还有很多人都在关心你 当你有这种精神压力的时候 你是听不进去 任何人的 劝导或者是说 关心或者安慰 我想问你 活着比较辛苦呢 还是自杀比较辛苦 其实自杀是很痛的 我虽然我没有 这样子啊 你有勇气 选择要走这条路 那为什么你不选择另外一条路呢 就是活下来 那不要以为说 啊 当你有 你有问题的时候 你就 一个人去承担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 很多人 包括可能你的家人 朋友 还有老婆 还有儿女啊 有很多人都关心你 其实 你会看到每一天 啊 病的人很多 那些生病的人 他们都希望说 我有一个很好的健 很好的身体 可以有一个很健康的 啊 生活 那么我们就 就不需要每天 在医院啊 或者是躺在病床啊 今天你看到一些 啊 四肢 啊 有些四肢不健全的人 他们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 那么坚强的毅力去活着 包括他们有一些都不想靠别人 啊 希望自己能独立 就是因为是他们觉得我 我 虽然我有这个缺陷 但是不代表我 我没用 我还是有头脑啊 我还是有智慧啊 我还是有智慧啊 我能够用 我现有 我现有的这个资源 包括我 啊 可能啊 我的身体 我的肢体员 我的想法 去 去过好我的生活 如果我们是资资捐钱的人 我们 都比那些 有缺陷的人 的 啊 他们的 想法都那么的脆弱 那么 坦白说 对不起的 不只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可能我们的儿女 或者老婆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是对不起我们自己 самого fals You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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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你 喵喵喵喵喵 funcion yok baba